文章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文章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57,733亿元 同比增长3.4% 第二产业增加值361,362亿元 增长5.4% 第三产业增加值530,651亿元 增长4.7% 分季度看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 二季度增长4.7% 三季度增长4.6% 从环比看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 一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 畜牧业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 农业 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全国夏凉早稻产量合计17,795万吨 比上年增加346万吨 增长2.0% 秋收进展顺利 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前三季度 猪牛羊其肉产量7044万吨 同比增长1.0% 其中 牛肉 其肉产量分别增长4.6% 6.4% 猪肉 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4% 2.2% 牛奶产量下降0.1% 芹蛋产量增长3.5% 三季度末 生猪存栏42,694万吨 同比下降3.5% 前三季度 生猪出栏52,030万吨 下降3.2% 二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分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 制造业增长6.0% 电力 热力 燃气 集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3%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1% 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7和3.3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 股分制企业增长6.1%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9% 私营企业增长5.5% 分产品看 新能源汽车 集成电路 3D打印设备产品产量 同比分别增长33.8% 26.0% 25.4% 9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比上月加快0.9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0.59% 9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2.0% 1-8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527亿元 同比增长0.5% 3-服务业持续恢复 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 前三季度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 其中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3% 10.1% 6.8% 6.3% 5.4% 9月份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1% 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 其中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11.4% 9.7% 6.5% 1-8月份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 9月份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9% 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6% 其中 邮政 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 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位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4.市场销售保持增长 升级类商品销售向好 前三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3564亿元 同比增长3.3%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0万05869亿元 同比增长3.2%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7695亿元 增长4.4% 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额314149亿元 增长3.0% 餐饮收入39415亿元 增长6.2% 部分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 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 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9% 4.5% 通讯器材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9% 9.7% 全国网上零售额10万08930亿元 同比增长8.6% 其中 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万0721亿元 增长7.9%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7% 9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比上月加快1.1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0.39% 汽车 家电等商品销售向好 9月份 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通讯器材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0.5% 百分之十二点三百分之十点零 汽车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均增长百分之零点四 增速由负转正 前三季度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百分之六点七 五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三十七万八千九百七十八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点四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七点七 分领域看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点一 制造业投资增长百分之九点二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百分之十点一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七万零二百八十四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七点一 降幅比上半年和一至八月份 分别收窄一点九和零点九个百分点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亿元 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点七 降幅比上半年和一至八月份 分别收窄二点三和零点九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点三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百分之零点七 民间投资下降百分之零点二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 民间投资增长百分之六点四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零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分别增长百分之九点四 百分之十一点四 高技术制造业中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 分别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一 百分之十点三 高技术服务业中 专业技术服务业 电子商务服务业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八 百分之十四点八 百分之十四点八 九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环比增长百分之零点六五 六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前三季度 货物进出口总额三十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二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三 其中 出口十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七亿元 增长百分之六点二 进口十三万七千一百零四亿元 增长百分之四点一 进出口相抵 贸易顺差四万九千零四十三亿元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百分之九点四 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五点零 比上年同期提高二点一个百分点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百分之六点三 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百分之八点零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三 九月份 进出口总额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零点七 其中 出口两万一千六百五十三亿元 增长百分之一点六 进口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七亿元 下降百分之零点五 七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价格下降 前三季度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百分之零点三 涨幅比上半年 扩大零点二个百分点 分类别看 食品烟酒价格下降百分之零点四 衣着价格上涨百分之一点五 居住价格上涨百分之零点一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百分之零点七 交通通信价格下降百分之一点三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百分之一点七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百分之一点四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百分之三点四 在食品烟酒价格中 鲜果价格下降百分之四点七 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零点二 鲜菜价格上涨百分之三点三 猪肉价格上涨百分之五点八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百分之零点五 九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零点四 环比持平 前三季度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零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1个百分点 其中 九月份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八 环比下降百分之零点六 前三季度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一 其中 九月份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点二 环比下降百分之零点八 八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城镇调查失业率月有下降 前三季度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百分之五点一 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九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百分之五点一 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百分之五点二 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百分之四点八 其中 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百分之四点六 三十一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百分之五点一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四十八点八小时 三季度末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一万九千零一十四万人 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点三 九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万零九百四十一元 同比民意增长百分之五点二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四点九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万一千一百八十三元 同比民意增长百分之四点五 实际增长百分之四点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元 同比民意增长百分之六点六 实际增长百分之六点三 从收入来源看 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分别民意增长百分之五点七 百分之六点四 百分之一点二 百分之四点九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两万五千九百七十八元 同比民意增长百分之五点九 总的来看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政策效应不断显现 主要经济指标近期出现积极变化 同时也要看到 外部环境更需复杂严峻 经济回升向好基础 仍需巩固 下阶段 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角色部署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完成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 推进各项政策 加快落地建效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